拿最佳的劇集 《馬德中》這日出席 劇集《跳躍生命線》逐節萬二 除了收視突破30點之外 很多觀眾都看好你入圍市底 首先多謝觀眾喜歡我的角色 喜歡我的角色都是需要監製和編劇 寫得我的角色很好 其他演員也演得很好才有這樣的效果 所以我希望這個戲可以拿到最佳的劇集 因為每個人都付出了很多 個人的狀況有當然開心 我覺得也沒什麼所謂 另外說到最近因為變修 而被傳患病和整容 魔術還很健康地站在那裡 這個已經說了很久了 我覺得大家看到我現在 鬼靈精怪的表情都知道是沒有整容的 所以都好的 有一個話題性在這裡給大家說 都好的 說到一代才子金庸細細 馬神都坦然可惜 剛剛聽到當然這麼大的一個才子 但是他留下的都是一代經典的故事 我之前做很多個人專訪的時候 我都說希望在我演藝生涯裡面 有機會去演一次金庸裡面的大俠角色 不管是什麼角色裡面 就是這麼多故事裡面的其中一個 我都很滿足 因為實在太經典 當然聽到去世的消息會不開心 我希望喜歡他的讀者 都可以放開心情 中文字幕可以見到這裡 大家看見 大家看見